17号迎来国内疫情为解封 部分区域对外开放并实施人流管制 延延夏日水域安全则不开放 未落实防疫规范 新北市三峡区公所于疫情期间 早已封锁东沿桥至大包溪入口处 同时与三峡分局警员进行不定时巡查 议政科长邱景辉表示 包含溪流边寒洞、溪畔、桥下等区域 夏季细水亦造成群聚 于疫情期间封闭入口 同时防止溺水意外发生 在三峡这边因为整个大包溪流有18公里 那所有的细水点 刚刚我们防疫期间 跟我们的水域安全这部分开放 是在同个时间点 那就怕担心说它成为一个防疫破口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 这个东沿桥 每一天就是每一天 大概都有一两百个游客在那边聚集 因为在玩水的状态就不会有戴口罩 那我们怕做交互的感染 造成我们这边的破口 疫情后半场进入围解封 不少民众想必闷坏了 三峡公所与分局超前部署 封锁东沿桥入口处 17号进行视察 溪水区域则完全无民众前往 副分局长黄家伟表示 为防治溺水意外及避免群聚 每天前往巡视 假日则会加派人力 也请市民朋友配合 疫情期间本分局会持续派员 针对大爆息沿岸 容易寄举人潮的地方 加强来做一个巡守 以避免造成防疫的破口 我们每天都会派人来巡视 假日的话会增加巡逻的班次 防疫同时兼顾夏季细水区域 三峡公所与警政紧密合作 强化水域周边巡查频率 加强防疫及防疫作为 记者曾经家三峡报道